这是一堵痴人的黑墙 曾经徒手就活活吞没了数百亿人类 为了查明黑墙的后面 到底存在什么奇珍异兽 三名志愿者全副武装 准备进入黑墙一探究竟 但时间只有12分钟 一旦超过 他们就会永远困在其中 随后三人一同把手伸向了墙壁 然而没有任何感觉 当他们再次睁开眼睛 就已经来到了墙后的世界 可三人并没有看到任何怪物 反而这里的一切 几乎和现实世界一模一样 他们发现了三道房门 为了加快探索效率 三个狠狠决定分头习动 却不知他们的每一步 都犯下了恐怖片的大忌 小帅来到一个粉色房间 经看到一个女人 正坐在沙发上埋头哭泣 他淡定地记录眼前发生的一切 不料女人猛然抬头 责怪他为什么不来安慰自己 可小帅依旧无动于衷 则是女人拿出一个药瓶 他赶紧冲上去一把抢走 原来这就是他的前女友 三年前小帅提出分手 女友伤心欲绝 便服药资金 小帅十分泪疚 他低头看向女人 随着对方的脸 突然变成了一张黑炭 紧接着小帅的头盔就飞出花瓣 他立马开始痛苦挣扎 很快花瓣布满头盔 小帅当场拧了盒饭 另一边 二岁来到一间厨房 他看到一个婴儿床摆在面前 旁边还有一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的face 竟然也是满脸黑炭 他立马害怕地逃出手枪 随着画面一转 他的头盔消失不见 男人间变成了丈夫大壮的模样 而手枪也变成了玩具 原来当年二岁意外怀孕 可大壮却以时间海藻为由 说服他放弃了这个孩子 因此二岁一直痛苦至今 面对恐惧 他毫不犹豫扣下了扳机 与此同时 整整的大壮却进入了一个 无限循环的房间 每当他打开衣柜 就会再次进入同样的房间 而唯一不同的是 房间里的雕像 会随着循环的增加 表情越来越猙獰 大壮慌得一逼 他凭着老命逃出房间 却没想到 他在那个房间里 看到了两个 和他一模一样的男人